就在不久前 我对宝骏云海进行过一次比较详细的静态体验 这期的视频其实是书接上文的 主要来试试车辆的动态感受 不过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款车 我还是对静态部分来个回顾 车辆的定位是一款紧凑型的SUV 目前有四款车身颜色可以选择 整个风格属于富有科技感的简约一类 车内的颜色有两种 在配置方面和空间方面表现达到了优秀的水平 动力部分车辆有纯电和插电魂两个版本 纯电版本搭载的是150千瓦的单电机 它的电池99.2度 纯电续航达到了600公里 这款车是宝骏旗下首款纯电续航超过600公里的车型 充电效率可以达到2C 大概在20分钟的时候能够充300公里的续航 插电混车型也就是我身旁的这款车 它采用的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单电机的组合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最大公里为78千瓦 纯电续航为140公里 整车的综合续航超过了1100公里 了解了这些静态参数 接下来就看看它的动态表现如何 现在车辆已经开起来了 其实大家从它的动力参数基本上对于它的加速表现是有一定预判的 它的加速并不凶猛 但是应对它定位 比如说买菜或者是上加班通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说是随踩随勇 在高速驾驶的时候也是如此的 虽然说我们整个极限加速的时候算不上凶惨的一类 但要说是迅捷或者是灵敏这一类的词去描述它还是没有问题的 车辆有多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经济模式 标准模式 运动模式和经济模式 加这几种模式的区别相对比较明显 就标准模式是一个比较均衡的模式 像我正常上下班通勤 或者在城市驾驶里边会用它 在我们的加速踏板的响应速度方面 不是说特别的灵敏 然后提速的时候也能有更好的把握 运动模式就是我脚下的加速踏板的一些细碎动作 会很快的反映到车身上 并且在相同踩踏深度的时候 车辆整个的加速的效率也要更高一些 经济模式整个变得更加柔和 并且我脚下的这些细碎动作 比如说我突然身踩了一架加速踏板的这些细碎动作 它是能够给过滤掉的 车身不会立刻起反应 那经济模式加呢 就是为了我们保住我们的续航 是尽可能的让车辆降低能耗的一种设置 在开启它之后呢 不光是我的加速更加柔和了 甚至我的中控屏的亮度都会降下去 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在我们应对一些超长的这个程序交通的时候通勤 我们可能会用上它 转向力度和脚下的制动踏板脚感是有多档可以调节的 可以迎合不同用户的驾驶习惯 能量回收呢 有舒适标准强和智能四种 在标准强的两档下 我感觉区别并不是很大 舒适方面呢 是有一定的差异化的 它的回收感觉明显要更轻一些 不过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标准呢 它的调教其实都是更加倾向于舒适驾驶的 并没有那种高效率的强回收挡位出现 车辆的底盘为前半佛逊 后多连杆的组合 调教风格依然属于均衡的一类 主要应对的是城市的铺装路面驾驶 在我们平时加速或者变道啊 或者是走走停停的时候呢 车辆呢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撑性 转向的时候也是如此 并且呢在应对城市间这些小的破损路面和颠簸的时候呢 悬架也能够将其颠簸啊 或者是跳跃感啊 比较高效的过滤调 总的来说啊 无论是车辆的加速制动转向 还是说底盘的调教都和宝骏一如既往的风格保持一致 是很容易上手的一类 噪音方面 车辆对于外界噪音的隔绝达到了优秀的水平 尤其是在车辆静止的时候 车内的精密空间表现非常的好 那驾驶起来就开起来之后呢 车辆的噪音主要来自于开噪 动力部分的噪音并不明显 发动机的介入比较无感 在整个今天试驾过程中也没有这种突兀感出现 无论是扭曲的变化 还是说这种噪音层面都是如此 在支架部分的配置相当丰富 该价位下具备代客泊车高速城市领航的产品 并不是很多 车辆的配置表现达到了主流水平 这款车领航系统不依赖高精地图 城市记忆领航当下支持距离100公里10条线路的记忆 实际体验中 车辆在车道保持 跟车自动识别红绿灯停车 通过较大弯道方面体验良好 对障碍物的避让采取了保守策略 当避让变得稍微极限的时候 车辆会停车 让驾驶员来进行相应的操作 需要提升的部分是 车辆基于视觉实现领航和辅助驾驶 那A柱两侧的感知稍有薄弱 或者是有一定的盲区存在 对于该位置突然出现的行人和车辆 我人为干预 踩停了两次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代客泊车部分 我们是在下雨天进行体验的 那对于以视觉为主的保近云海 那下雨天肯定是难度更大了 那车辆在侧方停车载车位 泊车入库 或者是断头路倒车入库的体验中 虽然中间因为雨水较大 我们对摄像头进行过擦拭 但是也没有进行人为的泊车干预 然后车辆依然能够很好的完成泊车入位 对于新手来说这项功能十分友好 最后我们给宝骏 银海做个总结 车辆保持了宝骏一如既往的优势风格 比如说比较丰富的配置 比如说宽裕的空间 那驾驶的调教也是很容易上手迪累 在支架部分 它的配置水平相对于价格来说 也保持了较高的表现 值得提升的部分是车辆在支架部分的A柱 盲区如果能够进行一定的升级 就更好了 能够让我的城市领航体验上升一个台阶 总的来说 车辆的表现是能够满足我的预期的 那是否能够让您觉得合适 这款车是值得您亲自去4S店实乘试驾的 据悉车辆将会在8月的中下旬开启预售 那当下我们已经发现有一些车辆在逐渐的进入到店里边了 如果您对该车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店里边去亲自体验去试试